Claude說要問赤壁伏 因為今天伏牌6098 看到現在盤錢都跌得不少 是折養超過9倍股 他就想問他沒有貨 他想著收拾便宜貨 我問你怎麼看? 我想暫時沒有貨 暫時先看好一點 因為這次當然突然停牌入配股 當然他配股講的用途其實是OK的 都是為了一些潛在的收購 又是去托折業務、各樣因素 其實都好像是用在發展身上 所以本身其實就不是特別淡 但是我覺得這一刻有些 你說一無量也好 或者大家的看法也好 有一點點對物館這段 開始個別配股 不是很順暢他們的用途 因為其實打同別之前幾間 都有相繼配合股 其實都是說到有些發展用途 可能會做收購併 但是大家也知道這一刻 其實整個市場 就是整個內房相關 是水深火熱的 當然你可以反過來想 就是他們真的透過水深火熱之下 會不會真的透過配股 拿錢回來 就是他們去收拾便宜貨 都有這個正面的因素 可能真的存在的 但是有一個原因就是 有一個可能性也是 到底拿錢回來 會不會說是這樣用 但實際又可能是有些用途 或者是會幫助武器的賬物問題 這個又很難判斷 我不是說必負一定是 但是這個很難說的 所以我想市場的看法 會有一點點不太順 就是這些時間來配股 所以這個反應會是比較負面的 你看到這一刻 對緊剛剛對出來也好 其實都跌穿了那個 跌穿了配股價 沒錯 比較多 都反映得到大家的看法是 傾向是不太順暢 或者偏負面的那邊多一點 所以我想暫時 如果你說是不是要撈迫伏 我覺得一樣 你看看開市之後 它的走法是怎樣 如果它的跌幅是繼續擴大 我覺得就不宜考慮著 因為有機會可能是穿了下去 大概是50元 哪個樓下都不期 但是如果你說開完市之後 反而是慢慢站定 或者是收復那個配股價 我覺得你到時才可能考慮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就算考慮也好 你都不如看得太過內住了 因為至少上面其實都很大 阻力在大概六十二三元的位置 你看到幾次去到六十二三元 都是壓下來 還有一些軍線都在現價之上 所以我覺得 未明顯轉勢的時間 要駁一個很大的上升空間 似乎難一點